哈啰 欢迎来到收视视频的时间师 我是 Jimmy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把白色的东西 调整成任意的颜色 或者是把黑色的东西 调整成任意的颜色 那我们之前有出过一集教学呢 是把衣服调整成任意的颜色 但如果有这个方式呢 套用到白色或是黑色 可能就没有办法处理 那我们要如何把黑色或是白色 调整成其他颜色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 我们马上开始吧 好 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范例图片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的白色的车子 我们希望把这个车子呢 改变成其他颜色 那在我们之前的改变衣服颜色教学当中呢 我们会先建立一个调整图层嘛 我们先建立一个摄像饱和度 然后呢在摄像饱和度当中 我们会选择这个手的图示 然后点击我们要改变颜色的地方 我们要改变这次我们要改变白色的地方 我们会点击白色的地方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通道就变成黄色的 那我要调整的它的颜色的话 我会选择调整色相这边 但是你会发现你在拉这个法块的时候 它颜色都没有做改变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处理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色相饱和度的 这个调整图层先删掉 那我们先把白色这个车子呢 先把它选取起来 那我们要怎么做选取呢 我们可以选择快速选取工具 这边 那我们先快速的把这台车子选取起来 那我们不希望它影响到 轮胎跟它窗户的地方 所以你在选取的时候要把这些地方都避开 那我之前已经先把它做选取了 所以我先把我原本选取好的区块先载入 那你选取完之后呢 我们再建立我们调整图层 那我们再选择到我们的色相饱和度当中 你就可以发现它在遮色片当中 它只会针对我们车子的这个部分去做调整 好那我们把车子选取好之后呢 遮色片建立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上色这个选项勾选起来 再呢我们把明亮往下做调整 调整到你觉得适合的颜色的时候 你再把它放开 再呢我想要调整这个车子的颜色的话 我就在色相这边做处理 跟我们调整衣服的颜色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好那我希望我要一个黄色 那再把饱和度再往上拉一点 这样子黄色的车子就跑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就跟我们调整衣服颜色非常的相似 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 我们在处理白色或黑色的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上色这个选项把它勾选起来 好那我们再教大家如何调整黑色的部分 那黑色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范例图片 我已经把车子选取起来 然后建立好遮色片了 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色相饱和度 这个调整图层当中 一样我们把上色呢把它勾选起来 再来我们把明亮呢往上做调整哦 我们把它往上做拖曳 然后调整到我们觉得适合的明亮度的时候 我们把它放开 再来我们选择我们希望的颜色 我们这次给它一个蓝色好了 然后饱和度我们再来做调整 好这样子黑色呢我们也把它改变了 这就是我们调整白色或黑色的方式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需要注意的步骤 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我们想要改变颜色的地方呢 把它选取起来 再呢我们建立一个色相饱和度的调整图层 那建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就会自动帮你建立一个你选取的遮色片 那在色相饱和度这个图层呢 我们记得把上色这个选项把它勾选起来 那我们再来调整它的明亮 如果它是白色的东西呢 记得把它的明亮往下做调整 如果它是黑色的东西 把它的明亮往上做调整 再来呢你再选择你想要的颜色以及饱和度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或订阅 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做个留言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掰掰